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繽紛 大家好,我是何韻 我是嘴忌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節目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三位嘉賓 我身邊的這位就是美女主持 黃仲仙 大家好,大家好 接下來的隔壁就是著名的盧毅波 大家好… 波波… 又叫我波波 好像波波 對 隔壁這位就是美女歌手 張曼妮 大家好,我是曼妮 三位真的很久沒見 首先問一句,安好嗎 是呀,膝蓋有點痛 剛才穿得短裙多,你們就是… 菠蘿蓋,安好嗎 其實想問三位有沒有膝蓋的問題 有…如果股市走不快的話 都是跟膝蓋有關的 難怪最近看到很多人膝蓋痛 應該跟股市有關的 是的 其實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一說我膝蓋不好的話 我就知道我年紀都不太年輕 雖然我看上去一點都像18歲 其實我真的知道我快28歲 不是,看你這麼漂亮 你當然經常走路走得多 拍拖拍得多,膝蓋也有 我當時做過一個檢測 就是檢測得到我膝蓋 說他缺少骨膠圓 所以我有點擔心… 是否吃多一點… 是甚麼時候的事 前排 那種儀器我經常擔心 他是不是測得不準 會否是經常要練舞 又或者主持站得多的原因 又或者穿高跟鞋穿得多 我並不太知道原因 不過我覺得是否應該要多吃豬腳 豬腳、豬手、雞腳 又有異形寶 很帥氣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平日每天要走一萬步 或者一萬五千步以上 想保持身材 對膝蓋有時候走得久 也會有點冤痛 我會想辦法 看看有甚麼更好的竅門 會疏鬆一下 馬上請出廣東省中醫院 失慣是科主任曹學偉教授 馬上請出廣東省 這首歌是否年紀大了之後 比較容易出毛病呢 那三位嘉賓這些情況 應該怎樣解釋 關於膝蓋的症狀和蜕變規律 其實挺複雜的 我們要分男女兩個性別來解釋 對於膝蓋的蜕變來講 其實女同志出現的機率比較多 男同志出現的機率比較少 因為… 這是年齡的問題 女同志整個生命歷程中 經歷的苦難比男同志多一點 因為第一次苦難就是生育期 當女同志懷孕的時候 要生小孩之前呢 為了做生產的準備 她所有的關節都要放鬆 她的目標是把骨盆放鬆 然後產道開放 這樣比較容易生育 但實際上她把所有的關節都放鬆了 那這個是內分泌水平決定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是說她的膝關節也會變得鬆弛 包括產後的一段時間都會變得關節沒力 怕冷 有點酸痛 但這個時間很短呢 一般是一年左右 有的幾個月就好了 所以說這個是一過性的 所以產後的調養很重要 調養好了 這關節不容易出問題 調養的不好呢 它容易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階段 那麼第二個階段呢 前面痛 上下樓下蹲的時候有一點痛 這個男女都會有的 那麼女同志第三個階段呢 就是50歲停靜的時候 在更年期出現一輪骨丟失 那麼關節內的骨量也丟失 那這時候呢 關節出現一個人生的十字路口 出現快速的磨損 內外翻 有可能需要做手術 那麼這是最嚴重的一次 50歲 那麼如果這時候 調養的比較好 不出問題就到70歲 70歲是女同志的第二輪骨丟失 如果這一次的骨丟失照顧得不好 它不單純是膝關節出問題 腰椎會壓縮骨折 髖部會骨折 前部會扣裂式骨折 膝關節會出現明顯的蛻變 這是一個全身性的一個蛻變 所以說女同志有四次機會 膝關節出問題 男同志呢 就是一個30歲的時候 骨靈峰止以後 下降的短時間的一個蛻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到60歲的時候 出現全身機能衰退的一個階段 跟那個女同志70歲一樣 壓縮骨折 克力士骨折 寬目骨折 習慣的蛻變 所以女同志比男同志 多兩次蛻變的機會 原來女人比男人多兩次 膝關節蛻變的機會 在膝關節蛻變的時候 要注重膝關節的保養 這樣老了之後 就不會有骨性關節炎 聽完專家的話之後 我們又來考考大家 老年人為何容易患色關節疾病 A. 脫鈣 B. 老化 C. 腎虛 D. 過度運動 E. 缺乏運動 以上說的也對 這麼老說 A. 缺乏運動 和過度運動相撥 不是 如果當然你不動也不行 你經常動也不行 是嗎 我也覺得應該像波波一樣說 應該大包圍,全部都是 其實我覺得老人家 我個人覺得 我不是太主張他們太多運動 譬如他們去跑步 甚至是走路太多 都會造成他們關節勞損 對,尤其跳廣場 沒有都不應該那麼多 對了, 麥麥哈 教授了 三位嘉賓的選擇和分析 對嗎 對 關於我們的膝關節 為什麼會生病 為什麼會得股型關聯 其實膝關聯就是本身 就是人全身蜕變 在局部的一個具體表現 那麼它蜕變的程度呢 跟它的幾個因素最相關 剛才我們幾個嘉賓也說了 但是那個因素比較亂 我們講幾個比較好記的因素 就第一,體重 我們的膝關節 長成是在18到20歲的時候 它就成型了 那也就是說 你18、20歲的時候 體重如果維持一生 都是這麼重 你的膝關節不大會老化的很厲害 這是第一個因素 如果你的20歲的時候 你的體重是100斤 那過了兩年變成200斤的 那你的關節等於是被過度使用 那麼它也會老化的很快 那這是體重的因素 所以 希望大家把體重控制好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 運動 運動呢 我們在20歲以前 我們都可以通過鍛鍊 把膝關節變得很強壯 20歲到50歲之間 你即使使勁運動 它改變不大的 對它的影響不是很大的 因為從20歲或者30歲到50歲 它是一個平衡期 我們叫平台期 你對它的影響不大呢 你看所有的世界冠軍運動型的 基本上都是在20歲左右 超過30歲很難產生冠軍了 因為它的骨的質量 已經出於平台期甚至在下降了 所以你們統計一下那些運動員 包括拳擊選手 很少超過30歲的 所以都要在這個年齡段 它骨質量最好的時候才能鍛鍊出來 否則沒有機會的 所以說呢 我們要運動呢 你30歲 20歲到30歲 是保持什麼樣的運動量呢 之後呢 不能超過這個運動量 就不能超過你之前那個運動量 就對關節是有好處的 或者比它少一點都行 如果你20歲的運動量 30歲以後超過它的很多 或者50歲還超過它 那就對膝關節是一種磨損了 就容易導致這個膝關節的過度使用 但是這樣我教授 如果有些人呢 他20歲的時候是沒怎麼運動的 簡直是不太運動的 那30歲之後呢 我想保持身體 特別是男士 我想練習八塊腹肌 對呀 又跑步 對呀 又舉鐵 這個是OK的 這個是OK的 這是OK的 為什麼呢 你即使之前運動量很少 我們說的運動是負重運動 就是說你跑步啊爬山啊 對膝關節有壓力的 如果你之前運動量很小 你想多起來 沒有問題的 你先從非負重游泳啊 在這個練這個腹肌 或者說這個腰背肌啊 先從這些運動開始 慢慢再過動負重運動 那麼這樣你的膝關節 就不容易受到傷害 就是一定要有過渡期 不可以一下子 你就會去到這麼狼死 這樣 對 OK 問題又來了 剛才教授說到 如果我們的膝關節 是鍛煉得很強壯 很好的情況之下 後面就會好一點 那我想問一下 怎樣可以鍛煉到膝關節 是很強健的 還有怎樣判斷 你的膝關節 究竟是不是健康 是的 膝關節好不好呢 就是主要看你的主觀感受 如果你從來沒有感覺到 如果這個關節的存在 這個膝關節一定是好的 如果你對它整天都有感覺 這個膝關節一定是有毛病的 我們人體所有的器官 我又沒什麼感覺 你如果對它沒有感覺 它是好的 如果它整天都提醒你 它一定是有問題的 不是哦 有些腫瘤都是感覺不到 突然間發現就晚期的了呀 好多都是這樣的 它提醒你了 只是你忽略了 很多都是有預兆的 只不過你不當回事 你要細心 總是有預兆的 崇家先生 我想問一下 我在白人山上 我經常都見到 像我那樣的身材的人 天天都走一萬 幾兩萬步這樣走 那如果當然 嘻哈這樣走一萬步 那要注意些什麼問題 對於我們膝關節來講 走平路是最理想的 一種鍛鍊方式 就說你是非專業人員的話 那專業人員 他有自己的方案 那麼走平路的 對膝關節的磨損是最小 而且對於它的骨儲備 也是比較好的一種方案 所以說你能走多遠 完全看他這個人 自己的平衡點 有的人一天可以走 10公里20公里 沒有問題的 有的人走兩三公里就可以了 就完全看他平時積累這個量 怎麼樣才讓他身體感覺到舒服 如果他承受不了 那就麻煩了 所以說 很多情況下 都找你自身這個平衡點 跟我們平時做工作一樣 你要找好自己的平衡點 不要去超負荷的一個運動 就是體感最好重要 其實老年人呢 就是剛才波波說到 這個運動方式 教授你說走平路是最好的 那老年人做些什麼運動 是會傷害堵塞關節的呢 是的 老年人做什麼運動 我們再看他處於哪個時期 我們舉個例子說 我們先講50歲 這個最要命的時期 更年期 我們叫更年型觀念研 那這時候因為他磁器素水平 快速下降 骨質量也下降 骨密度也下降 就是說整個骨丟失是加劇的 那這時候呢 如果他去運動 是很辛苦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會有全身症狀 潮熱 倒汗 心煩 易怒 失眠 吃飯胃口不好 經常會發脾氣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如果太多的運動 是不適合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骨量在快速丟失去 這時候這關節是最不耐磨 是最容易出現時代常的 如果這時候呢 我們會建議呢 第一 用六到八周的阿倫磷酸鹽 來阻斷骨丟失 第二 用三個月左右的骨化醇 組建它的骨 增加骨質量 那麼經過三個月的療程以後 我們再建議它運動 因為這時候 它的骨丟失已經被阻斷了 骨重建已經基本上完成了 就是這關節又可以耐磨了 那我們會建議它 去做一些適當的運動 那麼假如說 這個人是出於三十歲 身體很強壮 肌肉很好 那這時候呢 他可以跑步啊 甚至跳舞啊 甚至是打球啊 都是鼓勵的 因為他這個階段 他骨量是最好的時候 他可以做一些相對劇烈的運動 那假如到了六十七十歲了 出現骨質疏鬆了 背也駝了 腰也彎了 這時候不單不鼓勵的運動 我們只鼓勵它 第一 曬太陽 第二 主拐杖 第三 走平路 就不敢鼓勵它太多的運動 因為它的運動 就告訴你 它運動多 跌倒的機會就多 骨質又疏鬆 骨折的機率就大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保護它 而不是七十歲的時候 還要它去做冠軍 是的 即使有人知道 這個叫做什麼階段 做什麼 這個最關鍵的 假設有這樣的情況 一個女性 平時從三十歲就開始注意補鈣 譬如吃鈣片 相關的一些產品 那一個女性是不注重補鈣的 那麼她在更年期 會有多大的區別呢 其實補鈣呢 可能已經深入人心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缺鈣的 我們不講病理的狀態 我們講生理的狀態 生理的狀態是需要50歲以後 才開始補鈣 就是說我們正常的人 50歲以前通過曬太陽 運動正常飲食 OK了 你的鈣摄入是足夠的 那麼50歲以後 為什麼我們要補鈣呢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身體機能會下降 然後曬太陽的次數比較少 再一個呢 就是說胃腸的功能下降 導致你鈣的摄入 吸收 另外一個是你的轉化功能下降 所以說這時候 我們會建議它補鈣 那麼你說 我從小就開始補鈣 行不行呢 那麼第一是一種浪費 這是第一個 第二 它是強行對不需要的東西 進行補充 對體內的循環可能形成這種干擾 所以說我們不建議 在不缺鈣的時候補鈣 那怎麼知道自己缺不缺鈣呢 原來不缺鈣的時候補鈣是沒有用的 那什麼時候補鈣 通過什麼方式來發現呢 家用的跑步機鍛鍊有沒有用呢 會不會傷害失關節呢 跑步的速度和時常 應該怎樣設定才是健康的呢 下一節回來 專家告訴你,不要走開 我愛打鼓 無論是完斌還是籃球 都可以成為我的節奏 水動樂輕補級 我的活力節奏時刻不停 水動樂 輕補級的全身力量 隨時輕補級自然動起來 水動樂 飄游滋潤係係係柔信新秘密 法根係係係法理由信 有沒有特別一點的冰淇淋啊 CC,新海鹽焦糖風味花淇淋啊 清新海鹽融合甜蜜焦糖風味 甜鹹交錯,一口就安上 那怎么知道自己缺不缺钙呢 他有征兆的 就是说这个人肌肉经常酸痛 出筋 没力 那我们会检测他的血钙水平 那么血钙低 我们就会建议他不钙 如果不低 我们不建议他不钙 这总之不要胡乱普丐 不给广告呢 测一下血钙水平 你就知道这个人缺不缺钙了 刚才医生一再强调 走平路是一个比较好的断裂方式 现在很多人喜欢在家用跑步机 跑步机也算是平路的 跑步机也会硬硬硬硬 跑起来的时候 也有人有观点就是 跑步机是比较伤失关节的 那是不是真的这样 跑步呢 不管是在地面跑 还是跑步机跑 都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但唯一有一个要求就是 你跑步的速度跟时间 为什么强调速度呢 因为每个人的心脏复合能力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心脏不能复合快速地跑 建议你跑得慢一点 那么如果你的体质不适合远距离的跑步 你可以控制好500米 1000米都可以 那么不要跑的时间太长 尤其是老年人 你看我们现在的体检的指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 高血压 高尿酸 高脂血症 甚至是高血糖 那这种呢 它对心脏的影响比较大 当然造成这种现象呢 主要因素有两个 第一 吃得太多了 第二 运动太少了 就你吃下的东西消化不了 才导致到处堆积了很多能量物质 那么对心脏的脑的血管影响比较大 那么适当的运动可以缓解 但是最好的方法是少吃点 比吃下去再消化到要好很多 嗯 其实刚刚你说呢 就说行平路是对膝关节的影响没那么大 那会不会说有一些无重的运动 对膝关节都有帮助呢 譬如是游水啊 又或者踩单车啊 那是哪种运动我们千万不要去做 因为会影响我们的膝关节 对于膝关节一些避免的动作 我们建议避免几个动作 第一 反复地下蹲再站起来 我们叫深蹲 反复地蹲下去再起来 下蹲前 蹲下去再起来 蹲下去再起来 我们小时候体育科学 小时候是学习了这种东西的 对啊 这只是锻炼身体的方法来的 还有青蛙跳呢 是啊 对啊 深蹲起来 深蹲起来是最伤习惯节的一个运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爬那个山 爬山 爬山 所以我从来不喜欢爬山的 爬山啊 对对对 特别是你觉得你负荷不了了 你还在爬 对吧 这种是最伤害的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强迫体位 什么叫强迫体位 就是你蹲在那里蹲一天不动 或者跪在那里跪一天不动 或者跪几个小时不动 这叫强迫体位 强迫体位对膝关节影响也很大 因为膝关节只有在屈身运动的时候 它的循环才是良好的 蹲在那里一蹲几个小时 或者维修工蹲在那几个小时 不起来不动的 这个关节内的血运是很差的 它堆积很多代谢产物排不出去 营养进不来 这关节老化的是非常快的 所以强迫体位对关节也不好 那几次说那些马步不就是不行了 扎马步 练功夫扎马步 你们看到很多运动员 打排球的 打篮球的 世界冠军 你们看得很好 因为很强壮 你们没有看过它的膝关节 那膝关节全部是坏的 哎呀 都废了 就是说这些冠军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那反过来 你做些什么 是可以令到膝关节排毒又好 营养进来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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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好像不要运动好一点 不要穿短裙啊 不要运动了 就是会磨损了 这个感觉 所以戏关节呢 其实我们对它的要求呢 第一要求保暖 就像你们穿短裙 短裤啊 短裤啊 对戏关节是不好的 你看 像我们以前的老年女性 她不仅要求穿长裤 还要把裤脚扎起来 那这样呢 对膝关节的保暖是非常好的 那现在我们都西方化了 全是超短裙 短裤 膝关节全部露出来 那这样膝关节的受寒 受凉的机会比较多 膝关节的代谢也会差一点 那么她老化的也会快 你看我们欧美人的 膝关节致患量 为什么那么大 他们大到什么程度 每十万人 可以有两百到三百个人 要患关节 我们中国是它的二十分之一 就是因为他们经常穿短裤吗 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们冬天 也穿着短裤去跑步 还有喝冷饮 对喝冷饮 然后天天都穿短裙 他们女的 就是为了显示美丽 穿短裙短裤 很少化 教授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中医科教授 其实如果膝关节 真的像我们这些 没办法 就算穿短裙 我都会穿丝襪的 那真的入了寒气了 有没有办法 可以把这些寒 排走它 通过一些锻炼的方法 让这个机体出汗 可以排除寒气跟湿气 就是 膝关节出汗 对 中间 爱揪 爱揪 可不可以 好比说跑步 哦 我们先说最简单 不花钱的方法 好 这个不花钱 最简单不花钱的 又可以锻炼身体的 就是我们建议就是 慢跑 出汗 排除寒气和湿气 这是第一个推荐的 第二个呢 可以用温热疗法 那温热疗法有很多种 包括你有粗盐的 把这个盐炒一炒 粗步包上 敷一下 一般敷二十分钟一次 它也可以好 因为粗盐它没有寒气 没有水 它可以去除寒气 对吧 包括我们以前有一些中药 放一些无珠鱼啊 白芥子啊 放它一起炒一炒 敷一敷 它也好 而且味道很香 那么这些都是不花钱的办法 如果你觉得自己搞不定 你到医院 或者自己买一些艾条来揪一下 在膝盖周围的穴位揪一下 它也可以温通经络 消除寒气 也对关节的营养是有帮助的 而且在有一些 关节轻度的疼痛的 你揪一下它就不痛了 或者扎下针它就不痛了 可以提高它运动的能力 嗯 嗯 那其实呢 讲到膝关节呢 我们知道膝关节 关节炎呢 是比较普遍的病症来的 嗯 想知道如果膝关节 关节炎得了之后 有些什么症状呢 对我们膝关节炎的股型观点 刚才我们说了 从不同的年龄阶段 它是不同的表达 你像三十岁左右 它就是上下楼痛 下蹲痛 不能剧烈运动 没有其他的任何障碍 那个这个通过休息啊 补充的安基葡萄糖啊 很快就好了 一般是几个月的疗程 它就OK了 甚至你不理它 只要保暖 它也OK了 我们说的保暖 一个不是说单纯你白天穿长裤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尽量不开空调 然后穿长的睡裤 把这个关节保护起来 那这样它才恢复得比较好 因为你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睡觉的 睡觉的时候保暖也是很好的 包括你看这个 女同志坐月子今天受寒了 手关节痛 晚上睡觉戴上手套 穿上长袖的衣服 戴一两个月它就好了 不用吃药的 是有道理的 是保暖的 那如果膝关节骨症关节炎 它疼痛不止 因为那个方法都做过了 还是很辛苦 那是否需要去医生诊治呢 如果是蜕变性 就是老化引起的吸骨清关节 它有急性气的 一般我们的吸关节 是有一个固定的规律 就是左脚先痛 痛一段 左脚觉得痛了它会偷懒 右脚会拼命处理 去替它处理 那这时候呢 左脚很快就好了 右脚就开始痛了 那这叫第一轮疼痛 第一轮疼痛以后呢 过三到五年 第二轮就来了 为什么 它还会继续老化的 第一轮跟第二轮之间的休息期 隔得很长 第二轮跟第三轮就更近了 有的是一年就开始第三轮 有的是几个月就开始了 这是它固定的规律 那为什么左脚痛了 过一段休息一下 它就不痛了 也就是说 我们吸关节的急性炎性期 肿胀 疼痛 这个感觉对关节不舒服的时候 对它进行保护 就是让它休息 休息对于吸关节的恢复来讲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如果它肿得很厉害 这个又发热 自己冰敷啊 然后休息不能缓解的话 应该到关节科看一看 看有没有合并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 一般通过休息 按摩 理疗都可以缓解 好像已经是膝骨性的关节炎 它会不会就是有不同的年龄层次 它都有不同的病变的表现出来呢 西股心关节呢 一个根据它的年龄阶段 刚才我们说了几个年龄阶段 另外一个跟它的健康水平 就看你保护得好不好 再一个跟它的职业 就是你是干什么的 如果是那种干重活的 你看我们做西股间做治患做的最多的 就几种 第一 就是以前干活特别辛苦的 就是扛重东西搬重东西 就西股间过度使用的 这个是最常见的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 在骨丢失的时候 就是50岁左右 骨丢失的时候 没有经过很好治疗的 骨量没有处备好 就快速的内外翻的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经常受伤 对关节造成闯伤的 这个关节也老化得快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说肌肉不发达的 我们做西股间治患的人 很少有肌肉发达的 大部分是脂肪型的 就是皮下脂肪很瘦 肌肉很少 让它捧劲的时候 这个看不到皮下的肌肉 只能看到脂肪 那这种呢 蜕变的比较快一点 刚才医生讲到 好,50岁是一个很关键的质点 一定要保养好 真的 如何保养才是好的呢 这样做又对不对呢 一起看看今天第一条影片 不如这个礼物和我们一起去爬山吧 是,我买了牙肌肉 带你妈妈一起去嘛 我和你姊妹哥不舒服 姊妹哥不舒服 姊妹哥不舒服不可以爬山的吗 是啊 我教你一会儿 我拿一瓶草给你带回家 给你妈妈震脚,很容易 还有我教你这个动作 你教你妈妈做这个动作 这样抢抢抢抢护膝关节 以后你妈妈的膝关节就不会痛了 那我帮你试一下 这些方法对养护膝关节有用呢 女人50岁是保养的关键时候 那究竟应该如何保养 下一节回来 去看看我们的家庭观众在生活中 应该如何保养自己的膝关节 健康知识每周学 人人都不想错过 中医教你如何养生 实医教你如何设身 身心健康很重要 重实医专家齐相振 传授养生保健知识 探讨健康长寿之道 想第一时间了解最专业 最权威的健康资讯 想学更加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 记得要支持广州广播电视台 中学频道逢星期六下周 17点10分播出的健康100分 美汁完果粒雪梨 真实果粒就是不一样 自然清爽,咬得到 新美汁完果粒雪梨 新美汁完果粒雪梨 还有果粒苹果 飘游滋润係事,游信新秘密 法根係事,法理游信 良茶领导者 金罐交多保提醒你 七月的重要之日有 夏日炎炎,心静自然良 新美汁完果粒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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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她刚才说的 应该很危险 用醋来浸 用醋来浸 用醋浸脚 用胃浸脚 要浸脚 八蚊枝手都浸出 八蚊枝手都浸出 八蚊枝手都涮得爽 爽爽 如果经常打它 是否刺激它 泰哥 如果已经痛 正常可能会有按摩作用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问题 你这样打 可能还会有反作用 三位嘉宾的分析 对不对 他们觉得有些好像是有用的 但是有些看上去 没有什么道理 如果用醋来洗呢 有一定的效果 因为醋它可以有行气的作用 有一点点帮助的 是白醋还是橙醋 一般是米醋 米醋 米醋不是橙醋 然后呢 假如说拍打呢 在我们叫慢性期 急性期是不行的 急性期不能拍打膝关节 可以打脚底 把腿抬起来 打它的脚底 这样可以 打自己了吧 不能打膝关节 不能打膝关节 因为它是急性期 是在红肿发热发炎的时候 只要从脚底打 从远端传到 那这样会消肿 那么如果是慢性期 就是打膝关节的局部 就可以促进它的 经络的通畅 气血的运行 一般膝骨症关节 我们说是 一揉二按三拍打 您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吗 接着等专家教大家 保养失关节的方法 一起来学习一下 一般是揉 是膝关节内侧痛 内侧 揉 揉一揉 这个膝关节内侧 找到它的关节缝 对对对 把痛的一般是 有点酸的 按上去 揉一揉 然后按是按着穴位 穴位 三里呀 杨灵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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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海呀 伊灵拳呢 这些按穴位 揉是揉这些痛点 揉是痛点 然后拍打 拍打是这样拍 两边拍 不是拍上边 平衡的拍 平衡的拍 OK 这个是膝关节的 这个三个方法 然后呢 还有一个锻炼是 一勾 勾脚 勾脚 勾起来放下去 勾起来 这个挺好 这个很舒服 锻炼肌肉的 但是要没有说 本直来做还是要弯着做 没所谓 都可以 就放松做就可以了 第二招呢 就是直抬腿 就这样抬着 坐着一行躺着一行 抬着别动 一次五分钟 一天二十次 五分钟啊 二十次 五分钟放不下来了估计 那不就是这样 一个小时了我 然后呢 还要锻炼一个 要么是站立 闭目站立 你看你睁着眼 走路的时候不会摔 你闭着眼走路的时候 你看不到 少了一个视觉辅助 很容易摔倒的 为什么让你闭目站立呢 就是让本体感觉 锻炼你的本体感觉 经常我们会让他 单脚 经济独立 如果你能闭目 扶着东西啊 不要摔倒 如果能单脚经济独立 十分钟以上呢 他这个本体感觉啊 他对这个腿的 感知和操控能力非常强 就不容易摔倒 而且呢 遇到坑坑洼洼的地啊 他处理的也比较好 就再加上视觉辅助 这个腿就很好用 就恢复他本体感觉的 一个很好的办法 所以说是一揉二岸三派打 一钩二抬三站立 通过这几个锻炼以后呢 这个腿就很好用了 这个腿要好用 才不容易出问题 好的 他不好用就容易出问题 扭到了 或者走的时候摔到了 所以都要提醒 电视机前的朋友 刚才说到金鸡独立也好 闭目站立也好 一定是要找一些旁边有依靠的 是的 又或者是有人可以保护你 安全情况之下呢 这个动作的安全性 就是相当重要的 刚才说了两样 还有一个就是跳迪士高 是的 迪士高有没有用呢 很硬的 不是小苹果吗 一个更加硬的 一个更硬的 如果是在股量正常的时候 跳舞是完全可以的 在股量低的时候呢 不鼓励他跳舞 因为在股量低的时候 在矩脚运动下 容易出现驮背 腰椎和胸椎的压缩性骨折 另外一个 are you 可以出現摔倒 出現粗龍部的損傷 再出現膝蓋內側或外側的過度磨損 這時候是不鼓勵的 如果它鼓量很正常 我們側的鼓量是可以的 它可以去 就是年輕人可以多跳一點 對… 無人家就不要了 對 而且我覺得做一些不平衡的動作 很容易扭傷部位 對… 接下來我們看看小方的阿嬸 關志賢究竟是甚麼狀況 小方的阿嬸患了關志賢很多年 一直都醫不好 聽說手術可以根治 這次阿嬸說一定要去做手術 還不下班?在做甚麼? 阿嬸,我關志賢要做手術 不要,關志賢做的手術很害怕 他要很久才能痊癒 那怎麼辦? 我建議他還是去看中醫 不要做手術開刀那些… 他要住院要搞很久 那究竟關志賢到了甚麼程度 要去做手術呢 關志賢到了甚麼程度做手術呢 對,比起你們 你受不了到甚麼程度 你才願意去做手術 不能走路… 對,首先對醫生說 如果他腫得很厲害 不能走路 長期困擾了身體 就應該做手術了 我也覺得是 沒理由他覺得更癌,對吧 就是要快點去看醫生 對 但很多老人家是喜歡癌的 確實是,這些靠我們年輕人幫幫忙做工作才行 我們先講甚麼樣的人需要做 吸管癒治患 需要做吸管癒治患的人非常多 我說了,現在我們做的只是二十分之一 就是我們現在的手術量只是二十分之一 那麼,為甚麼那麼多人他不需要做呢 有幾種原因 最關鍵的原因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很多手段讓他不痛 剛才很多嘉賓說了 痛我才做,不痛我不做 有的你看到很多老頭老太太 關節已經變形內外翻 走路這個樣子 這樣做個拐杖,這樣走 他也不做的,為甚麼 也不做 我們可以搞到他不痛 他不痛,他很多人就不會做 但是呢,他蹲不下去,蹲一半 關節伸不直,所以他就這樣 走路這樣走 是的 其他功能已經發生了改變 那去廁所都去不了 所以說,做關節治患的決定是很難的 他不管彎成甚麼樣,只要能走路不痛 肯定不做的 肯定不做的 所以我說,我們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人因為冰骨關節炎而做治患 而冰骨關節炎在美國,他是很流行的 那就是說,因為冰骨關節 我們很快通過保守治療,他就不痛了 我還想問一個,他換的是甚麼東西呢 他換的就是,因為骨關節表面就磨壞了 我們把他表面磨壞的刮掉 裝一層金屬,像香芽一樣 把它保護起來 然後下面裝一層人工軟骨就行了 是手術不複雜的 我做這個手術,20分鐘就做完了 因為我們做的多 我們一年做幾百個 一般呢,做兩個小時能做完 快的能一個小時做完 那那個人工軟骨可以用多久 普通呢,應該可以用20年 好的可以30到40年 一般20多年呢,是最常見的 因為5萬塊錢左右 廣州醫保是報80% 自己出1萬塊錢左右 報4萬,自己出1萬 大多數人是承受得起的 最多的人害怕的是對效果不太確定 怕做了以後效果不好 怕做了以後感染啊 出現這種走路痛啊 甚至彎不了,伸不直 怕出現這些問題 隨著你手術技術的提高 因為我們現在做微創的 吸管節製患 普通呢,是做25公分的大切口 我們做10到12公分的小切口 用一半切口就可以把它做下來 做完以後,又不出血 又不痛,又不腫 做完後,當天就可以下地走路 這樣他就會有信心 來接受這個手術 明白 謝謝 謝謝曹教授 剛才說到這個攝關節的手術量 我相信電視機前的朋友看完之後 可以解開很多誤區 亦可以平息很多恐懼 說不定可以看完節目之後 去批發一疊攝關節 批發 一人二生就幫你做了 其實真的 因為我們都看到有很多人體器官 可以通過3D打印去完成 相信將來來說 成本會逐漸降低的話 越來越多人會願意接受這件事 因為真的會令到你的生活質量 會提升 說回保守治療的話 剛才醫生說的熱膚、按摩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做的 如果是針灸或者電療 類似這樣的中醫方式 又可不可以幫到 保濕關節炎的患者 對於一個古性觀念 如果是急性期 我們是建議它 自動、休息、冰敷、降溫 把這個紅腫熱痛給控制住 如果是一個慢性期 這個就不需要了 可以通過針灸、按摩、理療 功能鍛鍊 來促進它關節的一個修復 你們不要看這個關節說 我到60歲了 這關節還能修復嗎 甚至說我到70歲就還能修復的 可以的 我們通過調整它的骨質量 把它的骨頭 變得很硬 很耐磨 表面出現一層琉璃瓦罩的骨質 我們就要給膝關節第二次生命 就是你膝關節雖然磨壞了 但是我可以讓它不痛 讓你能夠用 雖然看著很難看 或者要主拐杖 但是你能用 總歸比不能用要好 所以說我們說 只要你給予合適的方法 它的膝關節都可以獲得第二次生命 好了 感謝曹教授 也感謝三位嘉賓 人體真的很神奇 有很多部位它是可以自己修復的 當然也要適當保護 肯定 因為特別失關這些地方 是相當脆弱的 尤其家裡的女性要多點呵護 因為肥有四次的退便可能性 剛才教授說到閉目暫立的道理 就是當你閉鎖雙眼後 另一對眼睛就會打開 對 令身體的感知能力就會增強 不妨可以試一試 但老人家注意一定要有支撐 或者有人保護的情況下才好做 對,健康報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多的時間再見 拜拜